2020年一时,长居中国香港的谢成斯一家退租公寓变卖家具,打算开启一场全球旅居。 但突如其来的疫情却彻底打乱了他们的计划。 一家人在非常时期前往斐济,又被迫滞留了三个多月。 近日,谢成斯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,刚到达斐济时,这里并没有受到新冠肺炎影响。 而随着3月19日,斐济出现第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,氛围好像一下子紧张了起来。 当时我们赶紧从离岛坐船回主岛,那个时候甲板上挤满了人,都是想要赶回去撤离的游客。 而且也有人戴上了N95的口罩,气氛一下子就不同了。 当时我们也有不惜一些大家回国的念头,但是考虑到长途转机,辗转几十个小时,几个国家对我们家的老人和小孩都是非常不安全的。 所以我们决定留下来海外抗疫。 疫情出现后,飞机政府封锁了风险较高的地区,实行更加严格的宵禁。 一家人也严格遵守当地防疫规定,尽量待在家中,每一至两周才外出购物一次。 在此期间,家人的陪伴缓解了谢成斯最初的焦虑,有限的物资也让他们的生活一切从简。 当时我们住下来一个礼拜就遭遇了国家级的自然灾难,台风哈罗德。 那个时候断电断网,国家也处于紧急封闭的状态,我们也会非常担心。 但是我们全家人都在一起,这就是不幸之中抽到的最好的一张牌。 我们心情也慢慢地放松下来,随遇而安。 我们每天早上会在我身后的这个谢湖做运动,我们居家办公,爷爷奶奶呢带着小汉特在沙滩上面玩,捡果子,喂小鱼。 这边吃的东西的种类是非常少的,水果也只有菠萝跟香蕉两种,蔬菜也是只有两三种选择。 所以我们也学会了就地取材,从大自然中钓鱼,捡面包果,做当地美食。 我觉得生活简化了,但是也非常的惬意。 谢成思说,目前,斐济18例确诊病例中大部分人已至于出院,近一个月也没有新增病例出现。 在网络条件允许时,他也会和在中国的家人交流彼此的近况。 我们的家人朋友最初会非常担心,也会给我们发来很多短信和讯息,教我们如何自我防护。 有朋友给我发一个半小时的张文宏医生的视频,看完之后我们减少很多焦虑,学会了自我保护。 我们通过微信跟我们的朋友和家人一直都保持着联系,大家互相问候。 现在国内的疫情也好转了,我们这里的疫情也很好的控制。 大家的生活都在恢复正常,我们都很开心。 滞留在斐济以来,谢成思也通过镜头记录下了一家人生活的点滴,并在社交平台上与网友分享。 有网友说疫情在家时间很喜欢看我们的视频。 就像在云旅游,我们分享着这些平平淡淡却很温暖的家庭氛围。 他们的心情可以一下子变好,这让我也很开心。 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,这场疫情都在全盘改变着每一个人的生活。 忙于应酬的家长第一次有了陪伴孩子的时间,我们第一次在家里住这么长时间,重新开始审视我们的居家生活。 但是我想也许这是每一个人都能利用的一个奇迹,重新去审视我们的人生,去权衡什么是对自己最重要的。